在Android手机可以下载各式各样的Apps 包括应用程式、游戏等 提高手机的实用性及娱乐性 要下载专为Android而设的Apps 可以到Google Play Store商店 首先,将手机连线上网 在手机点按Play Store的图示 打开Google Play Store的主页 如果想要下载Apps 可以按下应用程式 在分类中可以选择各类页满付费或免费的Apps 之后就可以看到最流行的Apps 例如WhatsApp、Facebook等等 而类别則会按功能和种类来分类 假设,现在要安装WhatsApp 在页满免费类别中点算WhatsApp 进入WhatsApp页面 按下安装并细与App所需的权限 如果各下同意 就按接受 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下载程式 并且自动安装 完成安装之后 页面就会显示开启 通知栏也会显示安装完成的提示 按一下页面上的开启 就可以打开刚刚安装的App 如果各下计划安装指定的App 可以按下代表搜寻的放大镜图示 输入App的名字或关键字 再按键盘上的放大镜图示 便会列出相关搜寻结果 点选合适的结果 就可以进行下载安装 如果想删除App的话 同样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进行 进入Google Play Store之后 在主页面的左上角按一下 便会显示功能目录 选择我的应用程式 便会显示手机中已安装的App 点选准备删除的App 在App的页面中 按下解除安装 再按一下确定 当页面显示安装按楼的时候 就是代表App已经成功移除了 另外也可以在Home Screen上 按下功能表件 选择设定 再选择应用程式 选择想要删除的App 按下解除安装 同样可以进行删除 安装了App之后 也可以在Home Screen加入捷径 方便日后快速啟动 首先找出想新增捷径的App 然后按着App的小图示 等待显示Home Screen 按着小图示 移动到希望放置捷径的地方 放开手指便可加入捷径 而在Google Play Store的功能目录中 可以按下设定 点选将图示加到主画面 一样可以在下载及安装App之后 自动将捷径加到Home Screen 如果想移除Home Screen上面的捷径 只需要按着捷径的图示 将图示移动到上方的移除栏上面 放开手便可将捷径删除 由于每部手机的设计不同 以上各项的设定过程和选项 可能与实际的真正情况略有差别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便需要留意一下 请不吝点赞